这是100多个国家的简介 18.9万字 168张A4纸 足足铺满了羽毛球场半场的三分之一 如何找到其中最具特色的国家 成为出镜油朋友圈里的显眼包 中国官方或15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编写了投资合作指南 每一份上半页的文件开头都有参赞的话 写出这个国家最值得知道的是 我们可以让代码帮我们找出 每个国家介绍里的高频词汇 但是这个时候一些共同的主题词 虚词 连接词会占据很高的位置 有一种叫做TFIDF的文本分析算法 可以帮我们快速的信息降噪 利用这种算法 一些词频并不高 但在单个文本中格外显著的词汇 就浮现出来了 比如香蕉 它来自厄瓜多尔 这是洛斯里奥斯省的一个香蕉园 这个省位于厄瓜多尔州西部 2022年 光这一个省就产出了257万吨香蕉 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约6成的香蕉消费 而整个厄瓜多尔 仅平均一天的香蕉产量 就可以装满757辆这样的大货车 无数串香蕉 组成了厄瓜多尔重要的经济支柱 它们还带动了该国运输业 包装业 食品加工业等相关领域的发展 回到刚刚的特色关键词 另一个词语吸引了我们的视线 保税区 它来自多米尼加 中美洲和加雷比地区 GDP最高的经济体 这是位于拉罗马纳市的一个工业园区 1969年 这里建立了多米尼加的第一个保税区 到现在多米尼加的保税区数量增加到了79个 如果你在保税区内开设企业 你将几乎不用缴纳任何税款 多米尼加成为了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加工站和中转站 保税区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也带来了经济增长 2021年 区内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60% 现在我们可以轻松找到各国家地区实时的身影 都有赖于卫星 而卫星这个词 正是卢森堡这个一带一路贡献国家的关键词 卢森堡是全球最小的国家之一 面积只有上海的大约三分之一 整个国家只有64万人口 一个弹丸小国却拥有欧洲最强的航天经济 航天产业占国家GDP的2%至4% 时间回到1985年 在卢森堡政府的支持下 欧洲卫星公司成立 近40年时间 SES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卫星运营商 拥有载轨卫星70多颗 卫星通行业与卢森堡知名的钢铁工业金融业一起 成为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 不过不仅是卫星通信 卢森堡对整个太空充满着野心 浩瀚宇宙中的漫天行星也是矿藏天堂 仅一个直径1000米 重量20亿吨的小行星 矿产资源估价就超过万亿美元 而在太阳系中 这种规模的小行星有近100万颗 2017年 卢森堡通过太空采矿法 为企业到小行星上采矿 开绿灯 卢森堡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允许私人运营商探索 和开发外太空资源的国家 这吸引了众多来自全球各地的行星采矿公司 前往卢森堡登记注册 不过 目前太空采矿的研究尚处于基础阶段 距离正式落地实施 仍有距离 现在穿行在大街小巷 我们总能在身边 发现来自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身影 来自南非的葡萄酒 来自新西兰的猕猴桃 一带一路 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也让150多个国家 共同奏响了发展与繁荣的乐章 拜拜